大家好,我是Gun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 要怎么转换影片的格式 就是它的format 通常我们用的时候都是MP4 MP4还不是最早才出现的影片的格式 但是呢,它是在我们的那些软件里面呢 通常比较常用到的就是MP4 还有其他的啦,比如说有MKV啊 然后有MPG4,MPG2啊,这样子 但是呢,通常很多我们的那个电脑啊 Laptop啊,或者手机啊,都是用那个MP4比较多 所以呢,如果你看不到 好像当你看,看到一些影片啊 你看不到它的画面啊 可能就是它的那个格式不一样哦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把它转换成MP4 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转换成MP4嘛 其实它不是最好,也不是,也不是最容易 算是比较方便啦 但是哦,可能其他的那个format呢 或者格式呢,影片的格式呢 它们就可能比较深,比较会接深那些啊 容量或者空间或者space啊 memory space 所以呢,它们啊,就会出现很多种不同的那个format啦 不同的格式,影片的格式 所以就会有那个MP4啊,MKV啊,FLY啊,FLV啊 或者其他比如说,RMVB啊,这种格式 就是,哦,如果是你突然间 突然间,比如说我给你看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给你看的时候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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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比如说如果你在用这电脑的时候啊 突然间你插一些啊 啊 一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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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ble啊 或者 那个那个手机的线条啊 插在那个手电脑里面啊 它会显示出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放 这样子的画面 就是不用担心 可能它就是你要把它转换成啊 那个原本的那个画面呢 你就按这个咯 在左下 啊 右下 右下 那边有一个 啊 这个 Switch to now playing 啊 所以你就按回去咯 它就会有这样子的画面咯 OK 所以现在呢 我要跟大家 这个是在我 啊 弄这个 啊 MP4的这个format的 时候呢 我突然间就是 无意中发现到啦 它 会有这样子画面 就是说 OK 就是说你看到这两个啊 第一 第一个跟第二个 啊 第一个跟第二个 第二个 它 两个都是MP4来着 然后第二 第一个是MP4 的那个影片 第二个呢 是Windows Media Player 第二个啊 你在这边会看到 这里啊 左手边 左下手 这边会看到 然后 你会看到 这个 你看很多 那个影片呢 都可以显示出 那个影片的画面 但是呢 只有第二个 第二个影片呢 它显示不出画面 为什么呢 我那时候我在看 啊 我就发现到 原来呢 它是因为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影片的格式不一样 啊 你看 这个第一个 是MP4 V6 啊 这个 啊 ag1 它的那个 啊 文件的 那个影片的 名称 然后我看第三个 也是MP4 但是有时候MP4呢 它有时候啊 在 如果你 你放在其他的 电脑啊 或者Laptop啊 有一些MP4 它是显示不出来的 就是因为 它可能也是一样咯 它的 虽然它是MP4 的格式 影片的格式 但是呢 它还是需要 转换成 啊 真正的MP4 format 才能够显示出 它这个画面咯 啊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我就是 我就是在 啊 摸索 在用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样 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它同样都是MP4 V6 但是呢 它就是 有一些呢 它就显示不出来 然后它会显示 这样 它的画面呢 会显示这样子的 如果你第一个呢 你看到它会有MP4 有什么日期啊 啊 Date Modify啊 Date Create啊 这些啊 然后它的 Size啊 它的 它的 啊 啊 啊 影片的啊 啊 啊 大概有 影片的长度啊 大概有10分钟 然后呢 这个第二个呢 它的画面呢 你只能看到 它是写Windows Media Player 或者Windows Media Audio啦 啊 然后它有 Size哦 它 它的容量大概是6.1MB咯 然后 扭入器 这样子吧 但是它显示不出来 那个 那个画面啊 那么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个 影片呢 这个Video呢 放在其他的 那个 啊 Laptop 或者是那个 电脑呢 或者手机都好啦 它有些是它看 它是看不到它的 画面的 影片的画面的 我就显示给大家看 就比如说 现在这个 啊 它会显示这样的画面 OK 但是呢 如果你 它显示这个 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 啊 没有画面的 那个影片呢 你在其他的那个 啊 手机电脑啊 或者是电脑都好啦 或者手 手机都好 它可能就显示不出来 它的那个 你要看的 那个影片 的画面 所以呢 啊 现在呢 我为什么会把它 转换成 这个MP4 就是这样的原因 其实它不是 它不是 解释不出来 只是因为它的 格式不一样 然后呢 如果你把 还有 这个是另外 同样的情况 但是它的 啊 它会有什么后果呢 如果你把这个 啊 第二个 这个window media player 啊 啊 去 啊 去显 啊 当你播放这个 这个影片的时候 然后 它会有 在其他的 啊 电脑啊 或者手机 手机都好了 它会有什么情况呢 它就是 会把 你现在这些 影片呢 从 window media player 它转换去 它真正的 那个影片的画面 啊 影片的那个格式啊 就比如说 如果你用的这个 刚好是 这个 第二个的 那个影片呢 它是mkv format啦 mkv的格式啦 影片的格式 那么 如果你 一不小心 把按进按的时候呢 因为现在 我这个 这个电脑 还可以 还可以显示出来嘛 它的画面 但是呢 如果你 你在其他的 那个电脑呢 啊 然后他这个 影片的 格式呢 就是mkv format呢 当你一按 播放的时候呢 它会把这些 其他的 这些影片啊 其他 可以 有画面的 这些影片呢 它会显示出 mkv的 那个 格式 所以呢 变成呢 你这个 其他的 影片呢 这些 有画面的影片呢 变成 当 它不能播放 因为它的格式 已经不一样了 其实 到最后 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们还是需要用回 mp4 好 但是 如果你 有其他的 格式的画面呢 比如说 mkv啊 或者 flv啊 或者是 mov啊 或者是 web啊 这些 或者是 rmvw啊 rmvw啊 啊 啊 还是什么啦 那就会 变成 因为它的 格式不一样嘛 所以它显示不出来 所以 为什么我会说的 这么这么仔细 就是一下这样的原因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 一些画面呢 就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啊 Window Media Player啊 或者 Window Media Audio啊 它的那个格式呢 可能会比较节省那个空间 但是 因为它不能显示那个画 影片的画面啊 所以就算你在节省那个空间 都没有用 所以呢 或者 啊 你就是很麻烦咯 你就需要 每一次当有这个 画面的时候 这个mkv的format 这个影片的格式的时候呢 你按的时候 它就会转换去另外一个格式 然后呢 你其他的这个画面 这些影片呢 就看不到了 其实 它只是格式不一样罢了 然后 最好呢 我们还是放回去那个mp4 我们啦 哦 所以变成 当你把全部都 用成mp4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显示出来 比如说现在这个 啊 人 你是有什么 他还是用回 他的影片 还是用回这个 这个 Window Media Player 但是它的格式就是mp4 哦 就是这样子 我只是显示给大家看了 OK 那么呢 现在 啊 如果说你要转换那个影片呢 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 你要先去Google 啊 就是如果你是在国外啦 不是在 不是在中国啦 你就需要去这个 啊 你就去这个 这个 下转啊 我看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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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显示跟大家分享 啊 大家都知道啦 啊 你说这个 你现在呢 你就先要 我们如果要去转换这个mp4的这个影片的格式呢 第一个我们需要有那个电脑咯 然后第二个我们需要有手机咯 啊 这两个会比较容易啦 啊 然后你会比较容易看到它的差别 然后你就可以转换咯 把它转换成那个 你 mp4的那个格式 影片格的格式 所以你看 如果你在手机的话 你就看不到咯 这样子的画面 但是呢 你在啊 手电脑呢 你就可以可以看到咯 啊 他有画面的话 mp4咯 如果他没有 通常啦 如果他没有画面的话 可能就是其他格式的 那个影片咯 啊 这个是好像这个是vindu mini player啦 啊 可能有些是 3 啊 3gp 3gpp啊 format 他的音乐歌 影片的格式 然后 或者是mkb的格式 刚才我讲过的 然后 现在呢 你就是需要怎么做呢 因为啊 以前要有影片那个手机咯 然后手机呢 如果你的手机有足够的容量呢 你就不 你 就可以 可以 不用电脑 但是 啊 我还是建议用电脑会比较好了 比较容易一点 啊 两个都比较方便 然后呢 你在影片这里呢 ok 啊 他 然后 那个手机呢 他会显示出 这个 啊 如果你擦 擦 那个 那个 cable 的时候呢 他会显示出 那个 他会弹出 那个 那个画面啊 啊 就是说你要 进去 啊 让就是让你的手机可以 可以 用在那个电脑那边咯 啊 然后 然后现在的我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那个显示画面的话呢 你就是按 我的手机 你要卖 computer 然后你去按这个咯 因为我是用Vivo手机嘛 啊 你就需要用 啊 啊 我的方法啦 最好就是 你第一个你要用 你就先 啊 啊 打开你想要的那个文件 档案 然后 你就用Google Play Store 去 啊 去 下载 那个 啊 APP 或者是那个 Videoconverter 啊 转换那个 影片的名称叫Videoconverter啦 的 啊 他的apps啊 然后呢 啊 第三个就是 当你 你弄好了之后呢 你 你把那些影片的儲存 在其他的那个 啊 那个文件档案咯 比如说 USB啊 那个U盘啊 然后 啊 然后也在 啊 电脑啊 或者在手机啊 就是方便你 万一就是 一个影片 一个 啊 啊 电脑还是什么啊 坏掉的时候啊 啊 他的那个资料不见掉啊 那么你就 比较不需要担心咯 你就至少有一个 backup啊 一个 备用啊 啊 以防万一啦 然后 现在呢 就是 你要先去这个 啊 我先打开咯 我先打开咯 因为这个Vivo呢 在马来西亚 我们就需要用什么 就是你去按 Video Converter Video Converter 嗯 然后你去找到其他一个其他的咯 啊 啊 啊 这个就是有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就不要按啊 所以其他的呢 就是 啊 你可以按咯 Video Converter 啊 这些咯 啊 随便按啊 啊 只要他还有可以转换成MP4的格式啊 就可以了 啊 就是说 从 啊 啊 window WMV啊 to MV4啊 或者是 from MKV to MV4啊 都可以 哦 你去选择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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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因为我已经install了嘛 哦 我就是给大家看他的格式 他的方法 好了 之后呢 好 现在呢 就是这样子 啊 ok 第一个 我会在 这里就是 啊 你会 你需要就是先打开那个文件夹咯 啊 啊 就是现在我是在用这个Vivo嘛 啊 Vivo手机 我打开 啊 我打开这个Internet Internet storage 就是他 内存啊 啊 他这个 他这个VD converter啊 这个呢 好 下载啊 ok 现在呢 你install的时候呢 有一些 就可以 有一些 就可以 有一些就可以 可以不需要上网 就可以用 好 有一些呢 如果你 不想 不想用的话呢 他就是 啊 如果你不想下载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上网 上网 去下载哦 啊 上网去 啊 弄那个 转换 那个 那个 那个影片的格式 啊 啊 这个是一个 一个 sample 啊 啊 啊 我们第一个呢 就是要先 先在 OK 我们第一个呢 就是先要 你要先在这边呢 啊 啊 我先要找 那个 我先要去找 我要放 影片的那个文件 档案 就是那个 那个 Document 然后呢 第二个我要去找 啊 你已经转换成 MP4 之后的 那个 那个档案是在哪里 因为呢 他这个 Video Converter呢 大家 我显示这个 这个 Video Converter呢 他是在 你要 他是在 这个 啊 Video Converter 这个 啊 Movie 然后 然后Video Converter 然后又Video Converter 他的那个 问题档案啊 所以呢 你要看呢 你可以这样子 你可以在这边 computer看咯 然后你先去选 Vivo 啊 然后去找 那个内存 Internet Solage 好了之后呢 因为他的 Video Converter 这个 这个APP 或者这个app 他是在 这个 Movie啊 他是在Movie这边 那么 我的文件档案呢 我是放在 Download 这边 我随便就放一个啦 先随便放一个 OK 然后呢 第二个 我要去找 这个 同样的 我去那个 Internet Solage 我去找Movie 然后找 Video Converter 然后再按多一次 Video Converter 这个 这个就是他已经 转换之后呢 他会 显示出他那些影片的 啊 地方啦 放在 他会 他弄好之后呢 他就会出现在 把那个影片放在这个地方 哦 就是在这个Movie啊 Movie 你去Vivo 这个手机呢 按这个手机的之后呢 你就去按Movie咯 然后Video Converter Video Converter 然后就在这边 然后呢 比如说现在这个画面 哦 我把这个画面 就这个 啊 不能显示 显示不出来 那个影片的画面的 这个影片呢 我就放在这个 Download这边咯 刚才这个手机里面的Download 就是 那个Download这边 哦 然后他会修这个 这个就是说 OK你看啊 Do you want to copy 啊 这个我的名 那个影片的名字啦 哦 MKV 这个是刚才我讲的 他的影片的格式是MKV to a device 你从 你从啊 手机 电脑 要转换 你的手机的时候呢 因为他的那个容量 有稍微不一样 所以 他会 啊 那他的容量会比较多 比较大 所以呢 你为了要 减少那个容量呢 你就 要把它转换成比较小的那个 Memory space 哦 啊如果 有些比较 容量或者是他的Memory 比较大的 他的 Memory space 比较大的话呢 你不想改变他的那个 影片的画面了 或者影片的容量了 你就是直接 No咯 那就是说他会把原本的那个影片 比如说这个 他转换直接转换去 啊 没有啦 完全是 比如说现在这个 我给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比例啊 一个 比如说这个 啊 啊 这个影片的画面是818 818 Mb 啊 这个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Windows Media Player 也是显示不出来 那个画面 哦 然后你看 他还是一样 没有那个其他的 哦 如果你显示出来的话呢 他就会有不一样的 好像这些全部是显示不出来 哦 因为他是不同的格式嘛 好像这个 这个是3GPP Audio或者Video 啊 所以又是不一样的格式 比如说现在 我把它Copy啦 哦 我就 Copy 我就在我的这个 电脑这边 按 右手边 那个 那个Mouse 我按 right click 按Copy咯 或者你按Ctrl C 都可以啦 然后你就按 然后再right click 按Paste咯 或者Ctrl V 然后呢 因为他的容量比较多嘛 比较大嘛 所以 我就放yes咯 我要 接持那个空间嘛 所以我就放yes咯 如果你要原本 把原本的画面 那个影片呢 直接 原份不动的 放进去你的手机呢 你就unload咯 哦 现在我要放yes咯 就放 我要接持那个空间嘛 好 现在还是显示不出来 所以这个是第一步 然后呢 第二步呢 我就是要看用手机了 哦 然后 第二步 我就是装置 OK 第二步呢 我就是要这样子 按这个video converter咯 嗯 这个是不需要上网的啊 不需要上网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就按video converter 然后呢 你就按folder咯 好 因为我是在倒论嘛 我这个画面是在倒论嘛 我就是去按上面这个有这个这个格子的select旁边的有四个吧 我放按第三个咯 好第三个我就按size 好 我再按一次啊 就是按size 为什么我要按size 为什么我要按size 因为刚才我看到我这个影片呢 它的容量是6.21 6.21 6.21 就是这个 好 它的容量是6.21MB 那么呢 当我看的话呢 当我看的话呢 我就是按这个咯 我按 啊 越 越 就 选择那个size呢 就是要看它的容量是多少咯 然后容量 我就看咯 OK 刚好这个 啊 这个是 啊 OK 这个嘛 这个就是 它的容量是6.22 差不多是这样子啦 好 我就按咯 按了之后呢 我就按next咯 基本上那些video converter啊 就是那些转换影片的画面呢 它的 它的app呢 通常差不多是这样子啦 哦 没有 基本上是这样子啦 然后呢 它的format就是MP4咯 如果你看这个画面的话 它就是MP4 这个resolution呢 你不要去管它啦 哦 因为如果你没有 你 它会把 它之前的画面 转换成MP4 就是mkv to mv4啦 啊 然后你这个看不到 就啊 那其他呢 你也不用去换 因为 没有 没有 很大的分别的 然后你看一下resolution 它有 它的画面有1080 有960 有720 但是 不要紧 我们之前 Original原本的是 这个嘛 176 13的 我就按照照子弄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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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我要去弄那个影片的那个画面嘛 我要转换成 那个影片的格式嘛 所以呢 我就按这个video converter咯 这个是不需要上网的啦 它已经是下载在你的手机了的 所以你就不需要上网咯 你可以把那个 那个你的 那个上网的那个 线呢 关掉 然后就不要先节省了 然后你就按video converter咯 按两次 然后你就去按folder咯 基本上 基本上这些影片 转换的那个画面呢 它的格式呢 几乎差不多是一样的 然后呢 因为呢 之前我是在 这个download嘛 我把我的影片放在download嘛 然后 我就去folder了之后 我就按 就是 刚才我在folder这边 然后我就按download咯 然后我就去选 这边select啊 然后呢 我平旁旁边有四个格式嘛 我就按第三个 我就去找size 为什么我要找size呢 因为你看啊 刚才我在这个download 我这个 啊 放在这个download的这个画面 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它的容量是6点而已嘛 6点而已mb 它的容量 然后呢 这个 画面呢 那我选这个之后呢 啊 size之后呢 它就 会显示出来 它的 啊 就是 根据那个 容量 来分配啦 啊 从最最多到最最少 那么呢 我就看咯 我这个 是刚好是 看了 所以 因为刚好呢 这个容量也是1.2 差不多是这样子啦 啊 啊 这个也是 画面咯 那我就去按 按了之后呢 选择了之后呢 我就按 next咯 这个呢 它 可以选择 两个 啊 如果你选 有一些是可以选择三个到五个啦 然后如果超过五个就不能了啊 你就要去购买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配套 啊 软件的配套咯 哦 现在它这个是可以选择两个啦 但是我只要一个罢了 然后呢 我就去写哦 选了这个容量 我给它的那个 和那个影片对了 之后呢 我就去按 next咯 按 next 之后呢 它怎么就你就看一下 这个是mp4嘛 然后另外这个是los resolution 就是清晰度啊 它的那个画面的清晰度 这个呢 你不用去理它的 啊 然后呢 因为如果你去改变它的话呢 它可能它的那个画面会 啊 要process的话会更慢 然后呢 它原本的这个origin呢 原本的这个画面呢 是176132 它的清晰度啦 画面的清晰度 好像这样子 画面的清晰度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不要去理它 最重要的是 它以后用的是mp4咯 它有这么多 啊 有这么多个 哦 但是这个 这个软件呢 它是没有这个 啊 real player 的啦 哦 所以我们只要mp4 好了之后呢 其它的也不用去理它 啊 因为它没有没有遗憾到 然后呢 你就去按convert咯 按convert之后呢 你要去按咯 keep metadata 就是它原本的那个 影片的名称的 它的名称呢 它会保持住 哦 只是它的那个格式 会从 mk format 到mp4 的format 好了之后呢 你就去看咯 啊 如果 如果你没有去改换更换它呢 它只是 就是从这个格式换换去mp4罢了 所以它的格式会 它的转换度会比较快 快很多 好了 然后啊 这个这一个部分就弄好了 我们再来找这个 好 你到现在是我们看回我们的那个啊 电脑 然后呢 你看一下这个是还没有弄的这个这个画面 然后呢 现在你去找这个 我在这个 下面这一边 我就去找 video converter咯 因为刚才我们是在video 刚才好像我讲的嘛 vivo internal storage 然后 因为它是它的格式是在movie嘛 它这个软件它是放在movie啊 所以我们就按照它的它的做法咯 我们就去找 好 然后刚才那个是ag嘛 找一下 如果你看不到的话呢 你可以放这样子 你按这个search 这里呢 右手边呢 右上呢 你按ag ag 它就会这样子 啊 ok 所以你看到hd d 刚才是hd ag 啊 好 去哪里啊 啊 不然你就按touch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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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如果 你找不到的话呢 你可以按这样子咯 或者是你可以放 right click 我去sort by name咯 或者你要sort by size咯 或者你要sort by size咯 你要看它是 好 好 sort by name 然后我就要去找h h hdag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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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那个 影片的那个长度 啊 再来看这个 刚才我卡片是出来的 看到吗 两种不一样的 ok 这个 左边这边 是已经弄好的 他是mp4 6.48mv 10. 他的 他的电影片的长度是 10. 10分钟啊 11分钟 然后右手边呢 是没有经过处理过的 他是属于window media player的format 或者是 如果你要再更清楚的话 你就来click one property咯 啊 他会显示出来 mkv 啊 这样子 如果他是 啊 其他的比如说 flv啊 他就是flv咯 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 用 我 比较容易的方法去看啊 他的影片的那个 啊 格子是什么 然后呢 好了之后呢 你就会看咯 现在 我要把这个 啊 mp4的这个画面呢 影片呢 我要把它放进去 那个我的电脑 啊 现在这个是 手机嘛 他是在 你看 他是在vivo嘛 啊 手 他是在vivo的手机里面 我要把它 拿来 放进去 我的那个 电脑 啊 我就按 right click 右手边 那个老鼠啊 滑鼠 按 click 按copy咯 然后我就去 在这里我就去选咯 然后我看了 我再把这边 刚才我放进电脑的这个画面 我再right click 我按paste咯 那你看 有看到吗 看到吗 如果他已经有画面的话 你看第三个跟第二个 他就会显示出这个容量跟他的format咯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 你已经有更改过的话呢 他就会有这个title 啊 这个是 好像如果你是原本原创的呢 没有的 他就不会 他就不会有这个title 有些 有一些影片呢 他会有title 有一些影片他不会有title 啊 就是看他 不懂他是羊龙啊 总而言之我只知道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不是原创的 就是说你不是自己录的 录制的那个影片呢 如果你是自己录制的影片呢 他就不会显示出title啊 这些东西 然后 如果你是下载的或者是什么 他就会显示这个title咯 有时候他也不会有啦 你就看 如果他没有的话 你就看他的容量咯 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二十分钟或者是三十分钟的 他的容量不可能是六点四八八的 哦 三十分 十分钟的那个 影片的不可能是六点四八MV的容量 他可能已经是 啊 百多MV 百多M 他的容量是百多MV了的 哦 好像你看这个 啊 我看 比如说这个 哦 我这个啊 完整 这个完整版的影片 二十三分钟 他的容量 他的容量才一百五十MV 其实 我当我制作的时候 这个影片呢 二十三分钟呢 他的影片已经超过了 可能是八百多MV 八百多MV啊 八百多的容量 但是他这个影片是150MV的容量 所以呢 你这样子的话呢 然后又有title 所以呢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是 啊 之前有 就是从影片啊 网络下载下来的啊 但是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的影片啊 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咯 啊 这个是没有更改过的 那个影片就是 他是 然后这个是已经更改过的影片 所以会差别的 虽然他还是会显示出 然后他还是会播放 他还是可以播放在这个 Window Mini Player 但是 他不同的地方 之后呢 但是他不同的地方就是说 他的这个画面 他有成见跟没有成见出来 然后呢 这个 他的好处是 当你在播放的时候呢 他不会把前其他的 影片的那个画面呢 改换去 去找 去找 其他 好像这个 MK MKV 或者 Vidom Media Player 的这个format 所以呢 如果你 你一不小心 按错的话呢 他可能又要 你就需要 在right click 然后 在open with 你要把全部的影片 改换去 这个 MP4的 影片 所以呢 你就是需要这样子 right click open with 然后你 choose default program 然后呢 如果这个影片的画面 如果这个影片的画面是 ok Window Media Player 你要让他放回去 啊 他才能够显示出来 要不然他是选择不出来的 所以 为什么我一直会说 啊 MP4 然后又MKV 然后又 Window Media Player 因为他的影片的格式不一样 哦 只有MP4的格式 如果你这个 电脑呢 他是MP4的format呢 影片的格式呢 他就会有这个画面 如果他 不是 或者是他是MKV的画面呢 MKV的 或者是 Window Media Audio啊 Window Media Player啊 的影片的画面呢 影片的格式呢 你MP4就 显示不出来咯 啊 他就会像 他就会 他就 他 你那时候就麻烦 你就看不到 你想要看到的画面 哦 所以 他的 他的道理就是 其实是 就是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啊 因为影片的格式不一样 所以你就显示不出来 然后 如果你 按错了 那个影片的格式呢 他就会把 其他的影片呢 就 转换成 你 不应该按到的 那个影片的格式的画面 啊 影片的格式 哦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 一不小心 把这样的 没有显示画面的 那个影片呢 按错的话呢 可能 可能 可能呢 他其他的影片呢 他就会变成 这个 MK 影片 这个 影片 这个 或者 MKV的 啊 影片格式 就是他的 他的 影片 format 但是呢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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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格式不一样了 所以他其他的影片 就显示不出 你要看到的画面 所以呢 他的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就是你按错 你就需要再重新按过 哦 再把它转换成 转换回来 那个MP4的这个画面 哦 然后 啊 啊 MP4呢 是可以在Windows Media Player 播放的啦 哦 其他的就不能 所以 啊 希望大家明白 我为什么 一直重复这样 这个 这些东西 然后 啊 就是希望说 有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那些影片呢 就 不要因为说 看不到你就把它洗掉咯 哦 好像我 这些影片 啊 就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MP4的format 那时候我在做这个 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也没有去想到 我可以看 我会发现到这个 这个情况 直到我 过后我 再看回 再想一下 哎 为什么 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才发现到 哦 原来是因为格式的问题 他的影片的格式的问题 所以呢 就是让大家 更 更了解啦 哦 希望大家会明白 哦 好 所以今天的话题呢 就到这边为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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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